各有算盘 各有考虑 本文主要盘点全球目前集团数字货币的形态和发达国家的舆论风向 CBDC目前依旧还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峡岛国巴哈马于2020年10月宣布发行的世界上第一个CBDC 一年后 非洲国家尼日利亚也宣布 将发布非洲大陆第一个CBDC项目杠杠以杠耐热钱包 其中 欧盟首先决定 要囊括所有 本次公布的监管提案 其实是欧盟现存法规的拼凑 将之运用于加密资产领域而已 目前 欧盟内部的数字欧元计划声音也很高 一方面 日本金融厅也表示 在督促日本银行研究CBDC项目 但是时至今日 依旧没有任何成果公布 目前 日本一家独大的PayPay也在大说数字货币 但是 结算平台目前还不成气候 只是将法定货币数字化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日前 美国方面已经传出一些稳定币流通方面的动态 自从美国发表了尤其是Visa和万事打卡决定推出USDC等稳定币支付的消息 9月30日 Visa宣布不仅准备接受稳定币 并能流通世界各国的CBDC的计划UPC 以后让日本三大银行巨头震惊不已 但是 日本金融科技的落后有目共睹 目前 到底加密市场被谁瓜分到最大的蛋糕还没有定数 但是金融厅只能暗中拉架 目前还在权衡利弊 预计来年等谁家发币之后帮扣紧箍咒 在11月的一份报告中 美国审计长办公室等提出了共存的可能性 称如果监管和设计得到 稳定币将成为一种快速、高效和全面的支付方式